HELLO 大家好 我是台南微光雨菁的長工 今天要來介紹新商品 這個是三本龜 那我給三本龜的這個款式 下一個註解 進框穩定性 完美配重再進化 什麼意思呢 這組框它的配重真的配得有夠漂亮的 那個戴起來有沒有 它是完全 這個它的配重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結構 框線 當然金屬部分完全都是純鈣的 框面的部分呢 它用了傳統的線圈 然後呢 一個看起來乍看之下 一個平時無滑的一個結構 但是我們可以看一下喔 它這邊 從腳鏈這邊延伸過來 這一段呢它用的是貝塔鈣 所以它有一個彈性在 而且這邊拉細 然後到這邊呢整個延伸出來 然後加上的板材的一個長腳套 然後後面這邊特別在加厚 然後做一個雙色 然後裡面呢很巧妙的 它相坎的一個品牌的一個logo 那這個logo它是立體的 這個是什麼呢 第一個 創造一個品牌的一個image 再來就是什麼呢 配重 所以它整支框的配重 配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整個寬度這樣子的延伸出來 然後這邊再帶過來 變成說它這邊開出來的一個寬度 它延伸出去了 所以你戴起來它其實不會說寬度不夠 但是它這邊又在繞進來 增強它一個佩戴的一個穩定性 然後後面的一個配重 所以讓它整體起來 這個鏡框戴在臉上 你真的可以很明顯感受到 你整個重量是往後戴的 鼻墊上的那個壓力真的很小 然後再來加上三本龜 它一些比較一些系列 它特別用了它這個最新的 它一個專利的一個鼻墊結構 它這個鼻墊 你看它一個這麼大 然後弧度很漂亮 最主要是說 它不是直接螺絲鎖上去 它這邊是一個延伸出來 讓它這個鼻墊是有一個減壓有彈性的 所以這個鼻墊戴起來真的非常的舒服 所以讓它整體起來 它整副眼鏡戴起來 在你鼻梁上的壓力真的很小很小 所以如果說 你是度數比較高的人 當然圓形的鏡片 它做起來是最薄的 再來呢 它這樣子一個卸壓的一個鼻墊 再加上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配重 戴起來是真的非常的舒服 然後這一組框 我最喜歡的是什麼呢 它的中兩的設計 它有一點黃罐型 但是它是整個立體 而且上面有非常非常細膩的雕 這個可能在鏡頭上看的不是很清楚 這個真的建議 各位朋友如果有興趣可以來現場看 這個中兩真的很漂亮 真的非常漂亮 這像是一個 那種古代城堡那種屋頂的那種感覺 或者像一個黃罐的形狀 而且它整個是立體的 變成說讓它框線是細的 然後旁邊兩個角鏈跟中兩是做立體的 它整個框的層次感非常的漂亮 那這支框呢 它基本上因為它的延伸 像我這種豬頭型的我也可以戴喔 寬度絕對有非常不錯的表現 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歡我也很想戴 但是 當廠商來的時候 我第一次遇到我店裡面的夥伴 跟廠商這麼一口同聲 默契這麼好 我一帶上去我照一照鏡子 我說一看像不像徐志摩 對啊他們說像徐志摩在身上泡了三天 就整個膨脹起來有沒有 然後我就說不會啊 你很有那個明末清出徐志摩那種文學氣息嗎 他說沒有人會叫納豆去演徐志摩吧 連廠商都跟我講說 這支框我覺得你戴起來有點不太合適 他講得很委婉 對對對你們戴這種框你們戴都是文青 我戴就叫漢奸 嘿對都是這樣子 所以本來要多進幾支的 就是進少一點 賭氣啊 但是這支框真的很漂亮 所以第一個高度近視的人 你們想要一個真的穩定性很高的近框 或者說你喜歡這種復古型的 或者說還有一個什麼呢 你的鼻子鼻樑 你以前戴眼鏡覺得鼻樑都壓得很不舒服 它真的可以很有效的改善 因為它整個重量往後戴了之後呢 這邊你在你鼻樑上的重量有沒有 比較起來就已經減少了 再加上它這個筆電 所以這就是我以前這樣講說 這支眼鏡其實你這樣子拿在手上 你不覺得它輕喔 可是你戴在臉上 你真的會覺得很輕 這是一個非常極端的一個表現 各位看一下 那這個算是比較中規中矩的顏色 這就是那種日本彈金 然後框面一個黑圈 然後黑色腳套 那這支是我個人比較喜歡 是說它這個腳套 我們這樣子看 這邊是紅色配金很漂亮 所以它腳套外面呢是黑色 一個雙色腳套 再像後面一樣 這段就故意做透明 然後它的這個金屬的一個logo 立體的是完全埋在這個觸酸纖維裡面 所以跟你的皮膚完全不會接觸到 然後配重真的很漂亮 那這款是三本龜 它最新推出的系列 讓我驚豔的一個設計 也跟這邊介紹給大家 稍微了解一下 那有興趣的朋友 也真的歡迎來店裡面 可以真的實際上 實際的把玩一下 鑑賞一下 它真的很漂亮 謝謝各位